大家好,我是神超帅 咱们看一下虎门公开赛 刚才我们说到冠亚军对决 王冠也获胜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三四名之战 是黎德志对战万科 简中了29回合就分出了胜负 这盘棋是以骑马对战进足走成 这边是屏风马 对方横距 红方他就上马 飞向 架中炮 平鞠抓一下 那么这儿他就脱掉 红方呢 取得了一个中组的实惠 黑方呢 进鞠吃炮进行反击 这个棋 红方呢出鞠 防守对方鞠四平六啊 过来吃马子起 找机会往底点 黑方这个棋就过来对 双方 进行一个转换之后 他这个鞠拿起来 放中鞠 点进去这步棋 他对鞠 如果就此交换 那这棋黑方可以抗衡 红方呢也可以对 去有一点先手 不对的话他吃马人家上 飞向之后呢进足 到这儿他要上马 那红方不让啊 黑方冲过来 这样掉 这样的话你不让上马人家过的一个足 红方上马踩鞠 黑方就对他一下 他不对 准备杀中相 这个棋的话他出去 先补个式避免偷杀 拱炮 到这儿非打不可 他平炮 这边就抓相 他也过来抓相 双方这个写火拼 到这儿的话他先上一步老将 避免他鞠杀中士啊 现在鞠看着底势 暂时没起 对红方来讲要赶快把鞠拿出来 比方说鞠四平三啊 再鞠三退散 照机后过来呢 就是测用自己的炮啊 他走的招法是鞠退一步啊 想吃对方的炮 这步棋有点过分用强了 导致这个鞠的子力位置差了 循环了一下 最终他退炮了 他没有把鞠拿出来 然后呢这个骑黑方就上马 将军 他想急于立功啊 反备人家抓马 他想通过对鞠啊 妙手解围 这样人家霸王鞠 仍然是要吃鞠 这边呢吃马 到这儿呢就认输了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走鞠四平三 对吧想僵持一下 人家直接把马给打了 吃 你根本就僵持不了啊 那这样你就丢死了 吃 所以这个鞠肯定是不行啊 那你正常如果吃啊 吃 他这边就杀过来 吃 这边你这个马还得退啊 上不去啊 到这儿人家这个马一上 卧槽马一怎么解救 所以到这儿已经是抵挡不住了啊 只能忍输 那这盘棋啊 万克获胜啊 夺得第三名 李德之第四 那这个鞠肯定是这样的 这检子